這邊就要問一下麗華姐 你有看到拜登這次辯論嗎 而且據說不是只有在辯論 在之前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些反覆跌倒的狀況 其實我們先從年齡上來講 他81歲真的是不能苛求他 但是只是因為他是美國的總統 是一個精神的堡壘跟象徵 所以他必須要又強又壯 然後沒有年齡之分 而且大家會放大的就看 對 而且放大在看 那可是這次辯論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他講話有點潔疤 而且還甚至於有點脫節斷句 像我們那種畫了 連一句跟逗點的時候 讓我們覺得有點 怎麼會這樣子講 然後我們也會看到 他就是經過那個小沙包的時候 也會跌倒 然後就開始就你知道嗎 有些人就開始想了 他一年有巴金森的醫師 進去了八次進白宮 他會不會巴金森施症 難免會有這樣回想 可是就有人講說 不要亂想 他只是他這個醫生 有這樣的權威 只是年度檢查 放輕鬆 可是大家又開始喜歡什麼 柯南偵查了 三年二十四次 包括跌倒 語言不詳 作詞脫節 甚至你看 還會摔車 然後突然放棄這個採訪 多重要 超級悲 這是多重要的 居然放棄採訪 會不會有問題 然後甚至還會表情放空 好了 八十一歲不勉強 但是這些等等的問題 都讓我們覺得說 真的只是一個年度健康檢查 而且還來了八次嗎 對 不過還是要講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不是拜登的醫生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針對 他的問題去評估一下 但是就要問一下 吳醫師 巴金森是症 他會有什麼樣的一些症狀 對 其實美國的很多的醫師 也在講說 我隔這麼遠 我也可以幫他診斷是巴金森 因為其他症狀 其實真的是還滿典型 而且明顯的 不過我想就是政治人物 尤其他地位這麼重要 所以你說他不把所有的真相揭露出來 我覺得這也難免 這有很多是政治上面的考量 但從我們這個從醫者來看 我覺得他是 幾乎這種巴金森的症狀 幾乎都有 比如說面具臉 講話聲音變得比較小聲 動作變慢僵硬 其實他走右的時候 大家可以觀察 其實他身體也是有點前傾的 而且他常常跌倒 他稍微踢到一點東西 轉個身他可能就跌倒 這些完全都符合 巴金森的基本的表現這樣 所以其實典型的巴金森 森症症的症狀 包括手會這樣抖 他的步態可能會不穩 或者是跌倒 或者說可能會有一些 步態比較小的一個狀況 對 那到後期以後 當然巴金森可能慢慢的 也會出現所謂失智的表現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他為什麼辯論的表現這麼差 那常常會講錯人民 講錯事件 那這些犯錯的機會 我想就會慢慢增加 所以當然大家對他的這個領導力 就會產生一些質疑 對 不過我們可以知道說 其實典型的巴金森 它是多巴胺的製造的神經元的退化 對 所以它主要是多巴胺不足所造成的 那這個當然造成的就是典型的 巴金森的症狀 對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 它是這個我們叫血管性的 巴金森症症 那它主要的影響就是說 因為一些大腦肌底核的一些血管 小血管阻塞 所以導致這些肌底核的 這些多巴胺的接受器 它的這個訊號變弱 它多巴胺可能沒有少 但是它接受多巴胺的這些訊號變弱了 所以它也會產生類似像 巴金森的表現 不過它跟這個典型巴金森 比較不一樣就是說 因為它不是退化性的 所以它基本上退步的速度 不會像典型的巴金森 這樣一路的退下去 那瘟石你是不是有遇過 類似這樣的一些案例 對 其實我碰過一個 是72歲的一個退休的老師 當然它有心血管方面 腦血管疾病的一些危險因子 比如說它有高血壓 它有高膽固醇 血糖也是略為上升 但其實它都是一個非常養生的人 所以它在診所做了一個 很長期的幾十年的追蹤 其實它狀況一直都很好 所以它退休之後 其實它生活是非常愉快的 你知道教室的退休金應該還不錯 所以它可以到處的遊山玩水 到處去玩 大家都很羨慕它 可是最近這幾年 它也發現說 它走路慢慢有點變慢 有點變慢 然後也有幾次 有一次在玩的時候 在外面跌倒 在家裡也跌倒過一次 不過運氣不錯 都沒有受到什麼大的傷害 不過大概是三四個月前 它曾經突然發生說 走路的這個狀況 突然變得很差 所以它這個診所醫師 就很擔心說 你這個狀況 然後又年紀到七十幾歲了 又有這些慢性病 是不是到底又產生 這個中風的可能性 就把它轉接到我們醫院來看 那的確它有蠻明顯的一邊是肢體比較僵硬 那我們當然也是 因為狀況發生比較急 所以我們會發現 是不是真的有血管性的問題 不過一照沒事 它並沒有什麼急性的中風 那它的這些症狀 也都符合巴金森的症狀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治療上面 血管性跟典型巴金森一樣 我們都還是用 抗巴金森的藥物去治療 那治療之後 其實它的步態就變好了 平衡也變好了 它又可以照樣去遊山玩水了 那講到巴金森氏症 過去大家的印象 其實都比較像是藥物治療 研醫師你說 現在有一些手術的方式 是可以幫忙的 是的 沒錯 其實巴金森氏症來講 大部分還是用藥物來做控制 但是有些病人 其實他的病情是比較嚴重的 其實藥物反應越來越不好 但是又不是完全對藥物 沒反應的那一種 這時候我們可以在大腦埋電擊 進去做個刺激 來達到一個治療 巴金森氏症的一個效果 這個手術叫做深層腦部電刺激手術 它怎麼進行 是的 其實這個手術很特別 跟一般的腦部手術不大一樣 我們在清醒的情況之下 幫病人做手術的 清醒的時候 所以說我們必須讓 先評估病人的心智狀態 它是可以配合的 不要太害怕對不對 對 然後我們在精密的導航底下 嚴格導航底下 我們可以看到 像我們剛剛右邊的S光片 它有很多很多金屬的東西 其實我們是為了要保護病人的頭 不能有一丁點的一個移動 因為我們的目標是個河區 叫做四丘下的河區 那個河區非常非常小 不到一公分 通常都有零點幾公分而已 那個導線本身也是不到一公分 只有零點一零點二的一個直徑 我們要非常精準的 我們將兩根導線放到那個河區的地方 做個腦部的一個刺激這樣子 對 那我問一下 這邊有放一個叫做電極導線 它其實是要從我們的外爐 進到我們的腦裡頭 然後需要很精準的進去的 對 沒錯 所以其實我們在頭上面 其實只要兩個差不多跟指甲 差不多大的小洞就可以了 然後在 小小的一個洞 小小的兩個洞 左邊一個洞 右邊一個洞 然後用精準的導航 把導線這樣子放進去 然後這導線其實都埋在皮膚裡面 然後埋在皮膚裡面之後 再接到胸前 有個我們叫做一個電池 還有一個產生器 還有一個電極產生器 Generator這樣子 對 然後在這邊做一個刺激 做一個調控 那手術的過程其實 你看打兩個洞 放個電極進去 聽起來很快 但是其實很久的時間 因為我們希望精準的放下去 大部分的時間在做所謂的 神經生理電 電生理的監測 我們一次進去 0.0幾個mm的 就是這個慢速慢速的進去 然後直到到達我們要的河區的時候 停下來打開做測試 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基本上來講的話 手術時間通常都會什麼 花到一整天的時間 研醫師你是不是也有一個病人 其實一段時間了 然後做了這個手術 他好像狀況蠻好的 是 沒錯 其實像我這邊有個80 將近80歲的一個老太太 這樣子 對 其實她就是八星生事症 只是她運氣沒那麼好 她常常跌倒 跌倒 她起腰椎骨折三次這樣子 對 那其實坦白講 她的部態部 已經真的是影響到 她的生命危險了這樣子 那其實她就是所謂的 藥物控制 症狀有點嚴重 但是卻對藥物反應 還不錯的這一種 那在這種條件底下 那也很感謝我們的衛福部 現在健保也有給付 這種昂貴的手術 所以經過審核之後說 這個病人就用健保的方式 埋入了這個生部腦部刺激 埋下去之後 其實我們開店出院之後 其實她的生活品質大幅提升 用藥也少了一半左右這樣子 所以如果假設今天有 巴金生肢症的一個病人 或者是家屬 其實可以問問神外醫生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手術 是可以適合你的 那講到巴金生肢症 就要問一下中醫師 據說有個叫站三針 是可以幫忙的 對 其實巴金生肢症 在中醫屬於症 站 靜病的範圍 最主要是它會有 靜止性的這種顫動 然後還有肌肉的僵硬 我們會用站三針來處理 站三針其實包含三套穴位 一套叫做神四針 神四針是以我們的擺繪穴做中心 前 後 左右 各1.5吋 各有一個穴點 我們利用這個穴點去活化 我們的兩側的中腦 因為它會往下放射 它會去活化中腦 活化局部的一些運動區 額葉 或者是我們的頂葉 所以它可以產生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血流 再來就是我們的風磁穴 我們常講到風磁穴是頭痛 這個風磁穴它可以改善的 就是我們後腦的部分的血流量 跟兩側的血流 再來就是我們常聽中醫在講說 要開四關 通關過節 這個就很神 事實上就是河谷跟太沖穴 對 河谷穴我們就在大拇指跟食指 抓攏 之後攏起的高點 下壓 這個就河谷穴 那河谷穴它會改善我們的 大腦的這種神經的功能 再來就是腳上 腳上我們就大拇指跟刺指的 往上推 推到底 這也是太沖穴 我們有一個研究發現 去做腦部的功能攝像 發現說它對於我們的邊緣系統 對於我們這個視覺區 都有一個很好的幫助 所以壓壓河谷穴 其實也可能可以護腦 那講到護腦 食療其實也可以幫助我們 雷生主廚接下來帶來一道 護腦的料理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鄭凱雲 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另外很重要 在底下有個超級感謝 可以按下去表達對我們的支持 也可以FAAC 出 handlar的 Zwoll